其實我應該先回復陳佩琪的說法 那應該是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些支持我們的人走到哪裡 說這個紅包給你加油 這個紅包加油 那金額高與低 或許吧可能一兩萬 有可能幾千塊 那通常我們議員這種等級的幾千塊 是很嚇人的 因為有一些阿姨啊 一些長輩 他欠長內多 今天兩千塊三千塊 他欠你自己去 看你很可愛 就要讓你這樣 他不敢拿兩三千塊 再到服務處去監證 他只敢塞給你放在口袋 那一般候選人的角度就是 拿回去我就存到真資現金專戶 因為沒有打不打一萬的話 原則上不計名 那陳佩琪你有辦法這樣子收收 收到一兩百萬 他說百來萬喔 我是覺得這個有不太誇張 更何況柯文哲 如果是候選人的同時 人家塞給你一般是助理 去把他收起來 在助理那邊 不會交給你陳佩琪 就算要幫你陳佩琪 柯文哲加油 也不是讓你存到你私人的帳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才講到就是說 橘子或者是邱佩琪 邱佩琳 邱佩琳這個角色 去收錢我們換個角度回來 邱佩琳是不是柯文哲非常信任的人 我不知道 那但是邱佩琳可以去當基隆市的副市長 又跟台坡大樓之間的一個陳租關係 看起來柯文哲跟謝嘉是非常好 那邱佩琳能是在民眾黨裡面擔任要角 而且幫柯文哲去拿這個所謂的兩百萬 那代表這兩百萬的事情 柯文哲已經知道交給邱去做 對 那當時候在講這兩百萬的時候是誰在場 我不清楚 知道 那柯文哲會知道兩百萬才交給邱 難道他不怕邱暗扛嗎 對啊 所以找了邱代表在地檢署當中 有人鞏固了這個證詞 那今天大家就在想說 金華城 你在查金華城 查到變政治獻金案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兩案三罪 一罪叫做土利 一罪叫做利用職務之變收賄 另外一便就是背信 而為了背信 背信就是人家要給民眾黨的錢 你放在自己口袋 這樣不行 這原長也是背信專案 所以整個案子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又交代橘子說 你出國前四百萬你放好 然後USB拿好 到民眾黨去拿現金 到民眾黨去拿現金 我相信 周刊能爆出這個東西 一定有他的依據 而且來源一定非常的可信度高 不然的話 他不敢這樣子講這麼大的一個周刊 那每星期一爆 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代表真的有到民眾黨的黨 黨部去拿現金 那請問一下 這些現金的錢 到底是政治現金的錢 還是你柯文哲私人的錢 對啊 那政治現金的錢 為什麼沒有爆民眾黨 整天在害小草公 哎呦拜託啦 你少吃個雞排 少喝杯 選錢他一直說 我們要破產了 我們要破產了 兩個小時募了六千多萬 這六千萬我本來還在懷疑 六千多萬其實是假借募款名義 其實在洗一些 更多人要回饋他的錢 衝進去那些帳啦 這也是檢察官可以查的部分 所以以照說到民眾黨拿這四百萬 我個人認為柯文哲 你再去請橘子拿這四百萬 是因為你相信橘子 你們家這麼好 你不會給我賀錢 你不缺錢 你也信任橘子 但換個角度回來 這些錢的來源 難道只有我們上個禮拜 看了這十一個大咖嗎 我相信還有更多 而且今天要證實的 我只能說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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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0300300300 0200200800 難道這些人就是錢 那審慶金主要還是要回歸 精華城的案子 1500難道1500就不是錢嗎 就突然變下午了 我覺得檢察官在這個部分 證實的非常好 那很清楚的 圖利的部分很明確 收費到底有沒有 這可能在法律的角度見解 所以我個人認為 橘子 我還是要呼籲你趕快回來 這個時候你不回來 你要嘛會害柯文哲 拘押得更久 要嘛就是你幫柯文哲 因為陳志涵這些幕僚 到現在啞口無言 對 到最後面會不會指向 全部是橘子座的 欸 幹嘛 幹嘛 你要通勤六十年還是四十年 四十年 你今年三十六七歲 四十年你是六七 六十七歲六十八歲才可以回台灣 第二個 你在日本的時候 你如果是留學簽證 也有時效啊 你觀光簽證也會過時 除非你放棄台灣 入籍日本 那日本你要入籍 難道這個時候被通勤良民 可以嗎 入籍要五年耶 對啊 所以嘛 柯文 現在我跟你說 你現在是 泡甘快回來 不用到買了 連泡甘就沒空做 你變成小小小小的柯 是啦 很難吃 一直有變風乾浮菊皮 人現在 最後真的是會被問到勝菊皮 不然人家 人家曾經是荊棘耶 全身身上都是錢耶 他的財產 搞不好比我們在座的人 加起來更多 對 上公 上一波 好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給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激怒版 等你一起來